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龚小夏 今天袁先生坐飞机去澳大利亚 好像飞机全程了7个小时 37个小时 不是7个小时 我自己来讲一期 要是答应了跟大家讲一下 我现在拍着快要完成这部电影 所以今天我在乡下一个很漂亮的湖边 后来见到一棵樱花 现在刚刚是美国樱花开的时候 谁来到华盛顿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看樱花的 那我就想讲一下 这部电影跟大家提了很多 但是没有详细讲到 这部是怎样的电影 怎样拍 现在拍到什么程度 那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再放一些电影的片段给大家看 有兴趣再继续了解那些朋友 可以继续跟我联系 或者以后在我们下面提一些问题出来 我可以回答的 先讲一下这部电影 是一部五集的纪录片 叫做Sisyphus 即是中文译成了西西佛斯 这是希腊的传说中人物的名字 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 我稍后会具体讲 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会拍这部电影 开始的时候是2019年 大家都知道 2019年是六四的三十周年 所以六四三十周年之前 2018年底开始 那我就跟几个朋友说 大家是不是要做什么 去纪念六四三十周年 起码纪念当初死去的英雄 也纪念我们很多受难的人物 我跟一些朋友谈了 每个人都说好主意 我自己以前在美国之音 拍一些鸡肉片 他有些经验 如何组织这个事情 但我就没有这个市场 和去募捐 或者去融资那些经验 所以我就自高奋勇 我来去做内容 然后其他我就不管了 你们就管了 人家答应了 美国人来的 答应了之后 我就肯定自己下来做事 随之后别人说 答应做的事都没有做 所以我自己硬硬做了 最初的电影叫什么 最初的电影 他们本来说要拍一部 叫《寻找坦克人》 现在我们都知道 北京的坦克人 传说叫王维林 但也没有证实的消息 他当坦克的人 始终后来找不到 不知道去了哪里 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 坦克人的传说 成为激励了很多反抗者 全世界的反抗者 这个坦克人的标志 所以当时他们说 叫尋找坦克人 我看了很多材料之后 我发觉尋找这个字 没有法子做 为什么呢 你有两个尋找的办法 要不然你就真的尋找找到 或者找不到 有什么根据 在新闻调查报告这样做 要不然你尋找 你就真的去中国 各地各地 各地 採访一些人 有什么亲身经历 那些肯定做不到 所以我就跟那些人说 尋找坦克人 这个我做不到 但是我想到一个题目 我说我很想做的 叫做我是坦克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觉得全世界共产党之下 很多异见分子的故事 很多人写过 我们中国来的 魏京生、黄丹 他们的故事 很多人写过 前苏联反抗者的故事 苏联、东欧 又是很多人写过的 我们都知道 苏联、索尼琴、波兰团结工会 那些故事 很多人写过 但是 就没有人 将全世界共产专制 一个世纪 共产专制造成的祸害 和反抗这些专制的人的故事 就写在一起 我就说 我想做一部 我是坦克人 为什么我是坦克人 就是坦克人 是象征着反抗 我是坦克人 我就要做 去找到这些不同的国家的 这些异见人士 要说一下他们自己个人的经历 为什么他们最后走到这个地步 因为坦克这个事情 就很有意思的 我现在说起 用坦克去镇压手毛串铁的人 共产党国家做过很多 我最先举第一个例子 就是最先发生的坦克镇压游行者的故事 就是1953年在德国 在德国 在柏林的工人起义 工人游行示威 抗议物价上将 最后是苏联军队出动坦克 去镇压游行的人 第二个有名的故事也是 我们知道1956年 在波兰的波茨南事件 波茨南的工人 又是在暴动 在其他微暴抗议中 后来就坦克入了 到最后波茨就有一个改革的事件 这也是很大的事情 但更大的事情 就是1956年11月 在匈牙利 苏联军队出动了2000辆坦克 去镇压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特别是主要布达佩斯 人民的反抗 当时匈牙利人民反抗共产专政 他们支持的政府 纳吉政府甚至要退出北约 匈牙利中立等等 匈牙利的军队返水 1956年 所以才有1956年 匈牙利人民支持的政府 存在了十多日 12日 但最后 华沙条约国军队 开了2000架坦克进来 匈牙利人民真的去挡坦克 而且拿起枪 匈牙利人死了2700多人 苏军才能平定所谓的判断 而且大量匈牙利人就走了 所以这是有名的匈牙利事变 坦出坦克 那下面一支出坦克呢 我们记得就是1968年 在捷克 捷克的从春天开始 所谓布拉格之春 学生、人民都开始游行 反对共产专政 结果又出了几千坦克 甚至是扣了他们的领导人 很多反抗者被捉入监狱 也有人死了 在坦克进来之后被打死了 也有匈牙利学生、年轻学生 跑去自杀 真的很感动人 这是布拉格之春的运动 68年有一次坦克 下一次坦克我们看到 就是1981年 1980年 波兰人民 就是波兰的工人 组织团结工会 组织团结工会 这个团结工会 包含了波兰四分之一的人口 波兰不够4千万人 竟然有1千万人 就说声势多浩大 后来1981年 波兰政府宣布军管 又是出动坦克 一个晚抓了6千多人 将团结工会 镇压下去 到后多年 团结工会 都在地下状态 到1989年 中共出动军队 镇压天安门运动 我们也看到 所以你看到坦克 这些坦克是一次大战 以后发展出来的一种 所谓防御和进攻一身的武器 这个当时是很先进的武器 用这么先进的武器 去镇压示威的平民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这样做 后来有些专制国家也跟着这样做 但是这是专制的象征来的 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计划 就要拍电影 叫做《我是坦克人》 我是坦克人 我就把这些坦克 做了一个编花 准备和别人谈 这个想法好不好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编花 就是当时我是坦克人的计划 在收茫味道 Щ 谢坦征 本性文章 您也认为 是尽码和许巡 Sapers Square 反應已經進行了 大家刚刚看完我们的片花 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叫做《我是坦克人》 当时记者的朋友,特别是美国之音当时被他们踢出来的朋友 大家挺反共的,说这个值得做 我们就去找人去采访 一找就发觉大问题,那些人都怒了 你想想,参加过1956年空下尼事件的人 现在80、90岁,最年轻的都是87、8岁 我有一次找到一个89岁,是当年学生领导人 那我找到,我人都去到克里夫顿了 发觉他已经病在床上不能起身 他原来很想说的,什么都说不到 那我真的挺伤心 那继续找,所以我找到几十个,五十几个匈牙利人 最后呢,找到一个在LA当年参加 一看着匈牙利的共产党党党灰被人剪下来的那个 那我真是幸好找到他 那立即飞过去采访 那其他的人,我们都挺幸运的 因为我们做记者出身的 大概知道怎么找人 那一路就找了很多人去采访 包括呢,找到好像原来立陶宛的总统 第一届自由选举的总统 那我也想到,找到这个好像团结公会的主席华里沙 后来是做了波兰总统 和做了,得了贝尔和平奖 那又找了,中国我们当然找到很多人 就是魏京生,黄丹 魏京生,黄丹,黄军图 这些人我全部找得到,没问题了 就选几个出来大家采访 那匈牙利那边 我也是找到当年的匈牙利地下出版的创始人 捉错了,监错了很多次 很多人受过大量的迫害 最有意思我找到哪个呢 我找到,就是我原来想找苏联全统 前统统戈尔巴乔夫 苏共总书记 结果呢,找了后来 找完之后 都没搞得到,疫情来了 我不能出得去,比较倒运 但是呢,我就找到了 另外前KGB的第三号人物 就是普京的上司 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他为什么他这个人 那么有意思可以在这个中间做采访 第一个,他当然很清楚 就是苏联当初对异见人士的迫害 对KGB如何去全世界操作 因为他这个人 50年代中期可以开始做间谍 一直做到这么高 他做到后来 他是列宁格纳的KGB的头 所以普京在列宁格纳的时候 就是他的下属 另外他还做过 在10年 做过KGB在美国的情报头目 这个是他情报方面 但是后来很有意思 他做得多,他在西方受影响多 他就开始批评KGB 去公开反对 被KGB踢了 他要抓他 要抓他 他当时1990年3月份 苏联第一次有真正的民选 就是人民选举 他就在抓他之前 去登记参选议员 有法律说 你登记候选人就不行 所以没有抓到他 很有意思 当时他找回照片给我看 就是叶利欣 苏联最后在坦克里 就是苏联最后的坦克里 站在坦克里 呼吁大家反抗的时候 他就站在坦克下面 被CNN拍到 所以这些人 真的很历史性的人物 我就找了很多这些人 有些人还在东欧 我就要去东欧 拍片场 採访 我就带着摄影队伍去了 这个中间有些朋友 有多少朋友支持我们 我可以下面看一下 我找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多少朋友的支持 但是另外说 另外说 要可以带不募捐 可以过来去拍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 因为当时我打了 56万美元的预算 这个钱 按照拍电影来说 很少很少钱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比较省钱 我比较 我真的做事很省钱 那应该是足够的了 那么 后来东欧拍完 就是回来之后 就 我们采访了二十几个人 拍了这么多 拍了几百个钟头的东西 大家想想 就是当时 我是坦克人这个题目 就没有办法去 说明得他们经受那些艰辛 而且很多人就 不一定是那么认同 就是说起坦克人 就是作为坦克人 所以 我中间采访了一个很有趣的人 捷克 他就是捷克总统 可能大家都有些印象 就是 瓦斯拉哈鲁 就是独立那时候 那个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捷克斯洛弗克的总统 当时 那些捷克人跟我说是这么说 他是1989年的捷克 捷克斯洛弗克当时一个国家 现在两个 1989年的捷克斯洛弗克是以哈维尔在监狱中开始 以哈维尔成为总统结束的一年之内的剧变 很厉害 华斯拉哈勒这个人 他是剧作家 他是写戏剧出身的 他写的东西都有诗意 很有哲学色彩 我们采访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后来 在捷克斯洛弗克独立之后 脱离苏联的集团之后 他是第一任驻美国大使 跟着他也是捷克 驻联合国大使 我们采访他 他就引了 华斯拉哈勒说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些人 都好像是Sisyphus 好像是希腊神话中的人 我们不断推石头上山 推一下推一下 石头竟然没有滚下来 希腊神话Sisyphus 他的故事就是 这个人被神罚了 罚了去推石头 推上去滚下来 他一世人都是不断推 不断好顽固要推石头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这批Sisyphus 推石头的人 一路推一路滚下来 但是我们仍然在推 一路推到底 结果我们将石头推上去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明 很神似 就是说这批在专制之下 共产专制之下 这些异见分子 他们经历了什么 他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就把片子的名字 就改成Sisyphus 那副标题就是说 共产党之下 这些超级英雄的故事 这些人真的是超级英雄 一次一次坐牢 一次不断坐 不断反抗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 都很感人 而且是过去没有人 将他们的故事这样记录下来 所以下面有一个 几分钟的trailer 一个篇花 我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的就是 我们的片子 故事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 共产党主义的幽灵继续往东走 有一种邪恶的天明在里面 灰之不去 他是来自西方的 经过俄国的转手 不是殖民 而是指一种意识形态 一直到现在 中国就是被征服的一种国家形态 这是怎么办 这是怎么办 世界上的地上 建立了 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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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我父亲曾经经过了十年 在那时的国家 或是在那时的国家 或是在那时的国家 他说 他说 别做这些人 这是一种地努力 死亡 是否质無法和自由 立川的维兵 了十年 立川的战友 暗争 十年 帝王ministIDS在藏在荃森 字 hij neighbors 骳亚愿者 驊殲仓森 民主子他们只是 dum子的handlung 继绸子一旦没有能ough营党排斥 外颐夫人曾是我的 continued 他估计了这种意义 有一个反战的反战 我们必须要准备 然后所有人被抓住 他也被抓住了 一年后他被抓住 其他人被抓住了 最后一年纪住了五岁 很常常的英雄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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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英雄 衔助他们的目的, 抗战俄罗人, 建设造成本人铺 然后他们被共同一尖挠区面前面 我们可以说只是那种关职削 这意思是找理由的研究 人员 那些我要与的人员 那些人员、因此发生了些关职 裡人员 每天都不曾败 。 我们有多次想要更改变 我们有多次想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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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次想要改变 我们的自由 有多次想要改变 是法律的 许多次想要改变 自然的自由,自然而作,自然而作,是幸福。 所以,这不是所有的恐怖。 这些人的最大一样, 几书人在大利亚上的大利亚, 专门上的手, 而他们的自由欲望。 像西西夫斯一样推石头 推一次掉下来一次 再推又滚起来一次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了 在中国的这种政治反对 或者说对暴政的这种抵抗 那块石头始终会滚下来 甚至最后一次滚下来的时候 把我砸死 而我们放弃推石头 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 或者这几十年以来 有什么激励我们的话 就是这石头一定要往上推 我们是2019年夏天去东欧 在东欧采访了很长时间 因为要采访、要拍 去了一趟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那回来之后 我还差一点人来采访了 但是在东欧采访的 我们真的拍了很多东欧 我们拍了当年的监狱 当时的那些旅途 就是真的游行的场所 哪裏我們對回當初的影片來拍 回到後,我又再做了一些採訪 本來想著2020年大概是中間 就可以將整個片出來,因為我要寫 我寫完這部片,2020年出來的時候 我就為了大家去買紀錄片,那些片很貴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經費想著不買 我們就去檔案館 我們坐在檔案館,現在檔案館有很多資料我們需要用 我們就查,所有的檔案,記錄片哪天哪天對得回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很大工程 我們跟一些幫忙,一些義工 就去坐在地錄片,一天一天查 每一天,這一天需要什麼,那天出了什麼事情 那麼很多檔案館還沒有收的,還沒有 那麼我們發覺,因為有那個版權問題 我們還去做 做一下做一下誰知,做了一半 突然間疫情來了,檔案館全部都關掉 所以就弄得比較狼狽 但是很多的那些片,我們可以在網上找到 特別是檔案館的片 找到有一個問題,它的解釋度比較差 所以要自己去檔案館翻拍,才可以做得比較好 所以現在疫情之後開了,我們的片都剪光了 剪完之後再要改一輪,然後等疫情開回來 我們就會繼續去檔案館 把這些資料全部找出來,把版權全部整好 所以差不多現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應該說 工作做了80%以上,還差最後一點多 所以我希望今年,今年2022年,晚一點的時候 可以整個五部的,五集 一共是每集差不多一小時的紀錄片推出來 因為這個紀錄片我應該做完 以後那些人不在了,很難再做了 所以我希望成為一個好的歷史紀錄 另外,有幾位香港朋友,或者廣州來的朋友 他們幫了很多忙,特別在經費上 因為我自己這樣做,真的沒有拿工資 那些朋友剪接的就是先做的 因為原來答應去找投資那位美國人 最後他就甩了 講出名字,大家都知道 不如我不要講別人的名字,就算了 但是我最終自己不斷做一做一做一做 都做了出來 我現在計劃就是我想做一版 因為這個做的最後的成品是怎樣呢? 是英文的 但是呢,我只要那個解說 我換了人 我可以做很多文字 什麼文字都可以 我中文版已經寫好了 那麼英文版、中文版 那我還想委託一個朋友 來將這個做成一個粵語版 配音 那我粵語版應該是免費放上網 真的感謝大家支持的 我現在找到一些朋友 他需要一些時間 還要找一些人跟我配音 那些 雖然這個紀錄片是個幾長的 幾長的製作周期 但是呢,他應該生命力 做的應該挺強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到時出來的時候 大家有些支持 留一個紀錄 共產黨、共產專制的倒台 共產專制是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 這種專制制度之一 為什麼它最強大? 它跟傳統專制不一樣 共產黨真的就是共產 將你的國家人的資源 全部拿了 資本全部拿了 資源全部拿了 所以它有很強大的能力 控制人民的能力 在共產專制之下 反抗的人 我認得很多 死了很多很多人 死了人沒有人知道 共產黨真的迫害死了無數人 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災難 這個時候 在共產專制之下 反抗的人 真的很了不起 所以我自己作為 原來曾經是中國的異見人士之一 我希望留一份記錄 他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另外我在香港的運動 這麼大規模出來之後 我覺得香港人的精神 我一定要寫下去 所以現在我要改一些 我在後面很集中 也是加了香港抗爭的內容 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說這麼多 多謝大家 Bye Bye